我是王瑞瑶 我今天想要吃韩式拌饭 所以保师傅今天用了汉堡肉排 韩式拌饭给我吃 还有热眼牛排的肉 对啊 今天呢 保师傅现在进入第二阶段 好我们现在饭已经 里面加了鸡油跟韩国芝麻油 把它烧融 烧融之后现在 拌过的饭 拌过饭 这个就是电子锅里面加上黄豆芽 还有手切丁的牛肉 就是我们刚才想要微拌 我们两根吃就好了 你不要拌太多 我们晚餐也可以吃啊 拌两餐好了 是啊 这个天一餐天一次就好了 这样就吃不完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可以吃两餐吗 不要不要 两餐就不好吃 好然后呢 把这个锅下去煎 用砂锅去煎 不是煎啦 焖着就好了 焖着 然后另外一边呢 拍把牌已经煎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哪一块 香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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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的汉堡排 可是后面还有天牛肉 大满滴 老师傅每次都这样子 想吃一个清爽版的韩式拌饭 可是呢 他就给我做成豪华版 清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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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版 用中华黑铁锅 你知道直接要来煎牛肉 直接用汉堡这个锅煎掉了 可是那个牛肉你做过什么处理呢 不处理 牛肉都没有淹过吗 我等一下会用那个 等下会有烧那个啊 好 来 可以直接把它煎熟对不对 我再偷吃饭了 我一次煎五片 快速煎 到时候等一下 我们在下一段影片会教大家怎么组合 我一直以为韩式拌饭很简单 因为我学的也是冷菜拌饭很简单 可是宝师傅做了一个豪华版 有点像是要面色还是要过云的吃 他说这是跟一个韩式老妈妈结的 有在这里交给大家吃素 我是王瑞瑶 他是保湿素 他是我的安娜达 有得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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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煎这么软才好 这段影片就会咯 拜拜